第二天 Lun Sang 董事室 哪會有什麼啊 沒有啦 老兄有沒有火花喔 你怎麼要放開鐵的時候就好拿啊 這一次的車貨 經講到我們 香香香香車的住戶 大概有二三十路 目前是電力的部分是沒有問題 主要是電信的部分 網路的部分跟電話的部分 暫時先是沒辦法接通 中華電信也派工程師來現場 已經在施工中抢修中 希望在最短的時間 回復我們的通訊和正常 安全網路上面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 像中華電池 安全的部分 是不是固然的時候 固然的部分 固然的部分要不要把它加高 或者是加強 因為可能高速公路 就是高速公路上面 還有搭貨車 它又綜藝加速度的話 沒有再加強固然的安全的話 就是怕下次還有另外的事件又發生